先祝大家新年進步 新春旬遊會演 今晚8點會開始 我們記者朱武俠和詩語 分別在起點文化中心 以及旬遊必經之路廣東道 我們先和起點的朱武俠談談 花車會演準備如何呢 你明白了 我們看到一些花車和表演隊伍 已經到了現場準備 不少人都趁著旬遊未開始 出來熱身或者拍照留念 其實見到現場的佈置已經做好了 而工作人員現在都在進行一些 最後的彩排和測試 確保瞬間的旬遊可以順利舉行 而如果是買了票的觀眾 其實現在開始已經可以陸續入場 花車旬遊就會在8點開始 到時會有一個起步儀式 就是由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以及是女法局主席田北俊主持 而儀式之後 花車就會在他們身後的幕門出發 而今年的巡遊 一共有13架花車 當中有團體首次採用電動車參與遊行 希望宣揚環保訊息 詳情由憑現行報導 馬照跑、舞照跳 這些就是HK style 騎馬蒙、香港賽馬會的才是勝中 祝大家馬到攻城 馬會的花車首次用定位投影的技術 後果會是怎樣就要先賣個關子 大家今晚慢慢看 中電就用了這部零排放的環保電動貨車 站在路邊看的觀眾就不用怕食慘 這部電動車是來自英國的 剛才提過是完全無廢氣排放的電動車 是一個十噸重的貨櫃車改裝的 裡面還有很多環保的特色 包括有12塊太陽能板 可以提供電力來推動給冷氣機和照明系統用 旅法局的花車就會以糖果做主題 財神到時會在糖果堆中穿插 和大家拜年祝大家生一年甜甜蜜蜜 找多些 整個花車巡遊就有13格花車和20多個表演團體 這些花車表演完之後就由年初二開始 就會放在大埔林村給市民觀賞 那歡迎評伯電視記者評語後報導 花車巡遊的花車就會經過海房道 還有在廣東道轉入海房道再經尼敦道 然後就完結了 另一位同事施宇就在廣東道那邊 施宇你那邊熱不熱鬧多不多人 其實廣東道現在可以說是越夜越多人 人潮幾乎都已經站滿了廣東道的樑項 我們剛才下午的時候 都有跟霸頭位的市民和遊客談過 他們說為了由一個最佳的位置去欣賞花車 所以在下午四五點的時候 已經來到這裡發明一個漂亮的位置 爆個漂亮的位置 想拍一些漂亮的照片 其實都是看外國的花車為主 因為外國… 巡遊隊伍 巡遊隊伍都會比較特色些 在香港沒有那麼容易看到 要看就親身感受一下嘛 因為…因為… 因為平時看電視的那些 要不夠在現場看的那些 是分熱鬧一點 想體驗一下香港過年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可能很期待 這麼多…這麼多遊人 在這邊等著 肯定很期待了 是啊 那麼說回今晚的一場遊 十三格花車會由八點鐘 在文化中心出發之後 就會途經到廣東到這裡 大會今年還特別把原土的一些燈光 和音響效果加強了 希望將花車經過的地方 都可以化身成一個街頭的舞台 讓市民一起享受節日的氣氛 花車八點才出發 但是現在七點鐘左右 大會已經慢慢開始安排一些表演單位 是沿途率先有一些樂器和舞蹈的表演 希望為市民熱定身 準備迎接陣間的花車會員 我們會在這裡留意著最新的情況 先將時間加分給新聞報 好 謝謝兩位 大埔臨村新晶頭有許願節 善信除了拋寶蝶 還可以點燈祈福 處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也到場 祝願全港市民安居樂業 江永葉那裡 高一點 再高一點 還是不行 加上助跑先 個個出盡法寶 都是因為寶蝶拋得越高 遠望越容易成真 在減稅 不要交這麼多稅 因為中產其實真的交很多稅 希望可以 我們這些年輕人 我都年輕的 可以儘快上車 大家都可以儘快買到樓 好 加油 小朋友就有你沒你 最緊要有得玩 如果拋寶蝶難度太高 離許願池點燈就對了 或者體驗一下原居民的傳統 點燈祈求天定 處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也去到為市民祈福 她和鄉議局主席劉王法 分別祝願市民安居樂業和家庭幸福 一起綁上祈福燈 點著祈福燈 希望全港市民新一年時事順景 林鄭月娥和市民拜年的時候 被問到新一年如何改善社會氣氛 特區政府一如既往 既是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 亦都會開拓經濟 有了經濟的發展 我們會很致力改善香港的民生 希望每位市民都能夠安居樂業 這個要靠大家共同努力 林鄭月娥原本向城市基金申請20萬 起了一個高12萬的風車地標 不過有村民擔心影響風水 一個禮拜前又拆了 現在由細風車取代 區議員說會向城市基金解釋 如果最後不批撥款會由林鄭月娥自己給 哎呀 不過就算好像我這樣訂中 都不用灰心 因為今年大會推出了手機應用程式 所以就算你坐在家 都可以對電子版的許願說 許回新年願望 納瓣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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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